处是鬼宿 与其四处寻找 不如踏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把握当下 勇敢追梦 在那让生命之花 绽放最美的光彩 现在你在我眼前 我相爱 请给我记忆 最后也成了也成淡 认定你就是答案 我不怕谁嘲笑我几段 相信自己的知觉 顽固的人不恨美 爱上你我撤退 我说过我不闪躲 我非要这么做 将不尽别偏要爱 更有礼爱 让你明白 没有别条路能走 不确定要不要陪我 森弟这些年辛苦了 为了能够让我们一家团聚 这点苦算什么 大哥二哥为了保全我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我若是不思进取的话 那也太没人性了点吧 没想到我们肖家 竟然还有着这等背景 不过我们肖族的血脉之力 已经枯竭 最后的一点 也是被先祖肖玄传承欲望 肖家之所以会引来魂殿 这种强大势力的窥探 也正是因为肖家 曾经是肖族的缘故 不过 既然如你所说 肖家的血脉之力 已经完全枯竭 那此次魂殿 为何还要大肆而来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 魂殿的那些强者 似乎是想要将我们肖家 所有人的血脉之力 都带回去 不知道魂殿这些家伙 在搞什么鬼啊 放心 如今的肖家 也是逐渐的发展起来 而且 被我们分散在阎盟之中 魂殿想要将他们全部起过 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等日后我们的势力强大了 再将分散的族人 召集在一起 二哥 这里是一卷秘法 你可以按照上面修行 一些优秀的族人 也可以传给他们 如今阎盟大局 基本已经平定下了 其余的事 我也插不了什么手 所以等两个日后 我便会再度赶回中州 这么快吗 如今阎盟与星云阁之间的 空间闯洞 已经构建完毕了 日后要来往两地 也不需要太过长久的时间 若是你们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过去看看 星云阁那边 我会跟他们说说的 后面就走 这一次 你也随我 前去星云阁 见见老师吧 当年的老 新手 另外 将萧萧也带去星云阁 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 还能让老师教导他 现在的他 已经是能够修炼的了 这边是空间重动吗 大哥 二哥 我们这边动身了 日后若是有什么事的话 便可直接派人 由此去星云阁 那里 会有人接待的 嗯 保重了 这是你的女儿 没想到 真没想到 当年你这位妻子 可是恨你恨得要死 要不是因为老夫的缘故 恐怕你早变成他手下亡魂了 小萧 快见过石宫 石宫 好强悍的灵魂力量 它也是火属性 体内同样有着一丝木器 完全可以成为炼药石 它的灵魂力量 比当年我发现你时还要强大 而且它的体质 也比你当年强上数倍 若是好好培养的话 日后成就 恐怕比你这个当爹的还要强 小萧萧 以后就让老头子我来培养吧 这孩子也跟着你们在虫洞待了几天 便先让他好好休息吧 那你们先聊着 小子 这次倒是生了个好女儿 不过 你竟然会跟美杜莎弄到一块去 倒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你们这次的事我也听说了 能够派两个天尊过去 足以敲出魂殿 并非是闹软 不过 这次他们也算是损失不小 九天尊被你当场干掉 甚至连四天尊都是被打得半死 放在逃掉 不过 至于魂殿究竟想要干什么 说真的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种族速来诡异莫测 他们搜集灵魂必然是有着阴谋 而且从他们最近开始加紧搜集灵魂来看 或许这个阴谋也是在加快进城 根据得来的情报 似乎在中州以外的其他那些大陆 也是爆发了不小的战争 这里面或许少不了魂殿的踪影 哦 其他的地方也是爆发了大战 嗯 还有半月时间 便是空间交易会开始的时候了 这段时间 我们也该好好准备一下 能够参加那空间交易会的 都是顶尖强者 以及实力极强的势力 竟然妖火太过吸引人 既然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消息 那么 相比其他的势力也是会知晓 所以说 要想将那最后一篇残途竞争到手 我们必然会大出血一次 不过 不管怎样 竟然妖火必须到手 四份残途 尤其三在你手中 这最后一份 是无论怎样 也要将之得到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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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